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当地时间3月31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风险 明显比普通流感更严重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很多人此前曾建议 美国应该像季节性流感一样 干脆让新冠病毒顺其自然 但特朗普现在表示 这不是流感 他很凶残 特朗普的明确声明 与他最近多次提出的论点 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他自己提出的论点是 这场大流行相当于 每年的季节性流感传播 就在一周前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尽管平均每年约有3.6万人死于流感 但我们从未因流感封锁过这个国家 所以你可以对自己说 这不是事 而在特朗普发表这一评论的两天后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警告 新冠病毒致命性是季节性流感的十倍 即使采取社交疏远措施 美国也会有至少10万人死于冠状病毒 甚至多达20万人 这似乎促使特朗普的观点 发生了重大转变 感谢观看